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Pri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场战役 发生于公元208年 地点在长江北岸的赤壁金湖北省 铺西市赤壁镇 当时曹操统率住十多万大军进攻孙权的东吴 其间先后占领了荆州和南洋进军到江岭 为了对抗曹操 孙权和刘备两方达成联盟 合力对抗曹操 其中有几位人物对于战争的发展和结果 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下是其中一些重要人物 周瑜 孙权手下的将领 是赤壁之战的主将之一 他提出了以火攻为主要战术 成功击败了曹操的军队 对战争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孙权 东吴的主要统治者 是赤壁之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 他与刘备结成联盟 对曹操进行抵抗 最终成功击退了曹操的进攻 刘备 蜀汉的创建者 是赤壁之战中与孙权联盟的一方 他在战争中成功执行了封锁曹操的水军 为火攻打下了基础 曹操 曹魏的创建者 是赤壁之战的主要敌人 他的进攻对于东吴和蜀汉的联盟 构成了巨大威胁 但最终因为火攻而失败 这些人物在赤壁之战中 各自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的战略和决策 对于战争结果产生了巨大影响 赤壁之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陆战 第二阶段是水战 在第一阶段的陆战中 曹操率领大军渡过长江 进军到赤壁 并派遣部队攻打南岸的刘备军 刘备派遣关羽 张飞率领部队迎战 但因兵力不足而被击退 孙权健壮 所以决定进攻曹操大影 希望一举击败曹操 在孙权的指挥下 周瑜等人利用火攻之际 放火烧曹操的船队 导致曹操大军溃散 曹操建大师已去 只好率领残兵退回北方 在第二阶段的水战中 孙权和周瑜继续利用火攻之际 对曹操的船队进行攻击 此时曹操大军的水军 在风雨中无法应对 曹操的主力舰队被孙权 刘备联军击溃 曹操不得不徒步逃亡 势必之战最终以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曹操的大军大败而归 赤壁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权和刘备的联盟来说 具有重要意义 曹操被击败后 东吴和蜀汉的势力逐渐壮大 成为三国时期的三大势力之一 赤壁之战也成为 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之战 因为在战争中 孙权和朱宇的火攻之际 刘备的配合以及曹操的失误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 赤壁之战也成为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对于中国文学 电影 戏剧等艺术形式都有很大的影响 赤壁之战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 还反映了当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环境 当时 曹操的进攻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也加重了战争对人民的痛苦和负担 孙权和刘备的联盟 则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联合抗敌思想 以及地区势力互相协作的特点 总之 赤壁之战是一场极具影响力和重要性的战争 对于中国历史 文化和军事都有深远的影响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